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你也是他的熟人吗? 当然,毕竟他是我一手交出来的徒弟 哼,原来如此 你刚才若是在会场揭发我,确实有点危险 但现在你独自跟过来,和找死 别跟老子扯淡 你疯了吗?这可是你徒弟的身体 哼,老子跟富贵就是这么修炼的 富贵那小子,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两个字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立刻从富贵的身体里滚出来 否则,就算你躲在这具身体里 我一样弄死你 你这家伙,是疯子不? 啊,其他人也这么说我 不管你是什么,给我消失吧! 啊! 啊! 什么东西? 得手了 不管什么人,只要中了我的幽民监牢 就会被关键无尽的猎狱空间 被那些我曾经吃掉的人类冤魂折磨至死 哼,还想阻止我的计划 没门 不仅是我的恩师 也是我曾经依靠的亲人 我要认真帮他把手最后一关 拿出你全部的实力吧 那就给你看看 我修行的成果 这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是什么 它是怎么做到的 只要进来,变成了黑色 哼,就是这个感觉 我就是被这个气息吓退了 这些家伙个个都是怪物呀 这股邪恶的气息是...阿修罗 苏小白已经能召唤出鬼神了吗 这是阿修罗的气息没错 他并没有召唤鬼神 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但看起来 他已经将两种异能融合了 怎么样 我修炼的成果 没让你失望吧 不错 看来你能获得舅舅的暗制无限 不单单是运气好而已 这场比赛我不会使用暗制无限 让我们公平的战斗吧 这是我自己的招式 名为...雷鬼 什么... 赤脚...跟第一轮是完全不同 还是被黑雷蹭到了吗 啊... 啊... 这里是哪里 啊... 这么好的追击机会 他怎么停手了 不止是苏小白 他们两个都停手了 你的武感已经被我剥夺了 再打下去也没有意义 认输吧 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啊... 仅仅靠黑色邪念 就能震慑对方剥夺武感 这是鬼神阿修罗的能力吧 哼... 没错 可恶灵系 不都是召唤雷能吗 为何它不直接召唤鬼神 苏小白现在 还没驯服阿修罗的能力 黑邪念 作为鬼神最基础的能力 易操控风险低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伤口 就能操控对方的感官 苏小白这家伙 比我想象中还要聪明 呃... 还不打算投降啊 明明连对手的位置都无法判断了 还要坚持 苏小白 你为何不乘胜追击 反而要给我认输的机会 我在这儿呢 你这白痴 如果这场比赛你真的输了 那也是因为太过自负 你... 你这家伙该不会... 鸡兵领域 唉... 还真是不见观察不掉泪啊 你该不会以为 只要把场地全部冰封 就能限制我了吧 忘记了 他都不敢被我剥夺了 听不到我说话 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很有战斗的才华 但是 你忽略了一个点 寒冰 就是我的第六感 冰封赛场 不是为了困住你 而是为了赶制你的位置 借招吧 我最后的杀手锏 鹰霜上剑 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王者之剑吧 居然... 在龙公子手中 好家伙 看来是我把你想简单了 给过你投降的机会 你却不珍惜 哼... 既然你想硬碰硬 那就来碰一碰 看看谁更硬 好家伙 好家伙 你却不珍惜 我热门 有血 你却不珍惜 我热门 我亭不珍惜 你却不珍贴 你却不珍贴 你不珍贴 你却不珍贴 你却不珍贴 by bwd6